贾连没有办法,只得叫将帐子掀起一个缝,由二姐露出脸来,胡君蓉一见二姐的美色,那魂魄就像飞上了九天,哪里还能变什么气色呢? 一时演了帐子,贾连就陪他出来,问他是怎么样呢?那胡太医说,不是胎气,只是淤血宁静,如今只以下淤血通经卖药酒,于是写了个药方,作词而去了,贾连就叫人送了药礼,抓了药来,调伏下去。 直到半夜,由二姐腹痛不止,就将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来了,于是血流不止,二姐就昏迷过去了,贾连知道了,大骂胡君蓉,一面再派人去请一调治,一面叫人去打告胡君蓉,胡君蓉听了,早已卷包逃走了。 这里的太医看了说,本来是气血生成亏弱,瘦胎以来,像是啄了些气脑,淤结淤终。 这位先生,这位先生,勿用了虎狼之计,如今大人元气十伤八九,一时难保旧欲,必须汤要完要,一起服用,还要一些闲言闲适不闻,才可忘好。 急着那贾连,查试谁请了那姓胡的来,一时查了出来,便打了个半次。 那凤姐比贾连更及十倍呢,只说,哎呀,咱们命中无子,好容易有了一个,要遇见这样没本事的太夫。 于是天地前烧香礼拜,自己祷告说,我或有病,只却又是妹妹身体大好,带得怀胎生一个男孩,我愿意吃长寨厌佛。 哦,贾连众人见了,无不称赞,当贾连和秋童在一起的时候,凤姐又做汤做水地派人送给二姐,又叫人出去算命打挂。 翩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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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听说是他冲了二姐 凤姐又劝秋童 你暂且别处去躲几个街再来吧 那秋童便气得哭骂说 有蛇根呢 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 怎么就冲了他了 好个海不够 在外头什么人不见呢 天来了就有人冲了 我还要问问他呢 哪里来的孩子 他不过指着哄我们 那个棉花耳朵的爷罢了 总有孩子也不知道 是姓张姓王的 奶奶稀罕那杂种糕子 我不喜欢 谁不会养 一年半再养一个 倒还是一点餐杂的没的呢 秋童骂得众人又要笑 又不敢笑 可巧行夫人过来请来 秋童便哭着告诉行夫人 二爷奶奶要撵我回去呢 我没了安身之处了 太太好歹开恩吧 那行夫人听说 慌得数落了凤姐一阵 又骂贾连 不知好歹的种子 凭他怎么不好 是你父亲给的 带个外头的倒来撵他 连老子都没了 你要撵他 你不如还你父亲去倒好 说着就赌气去了 那秋童更得意了 夜发走到二姐穿骨根底下 大哭大骂起来 游二姐听了 不免更添些烦恼 晚间 贾连在秋童房中歇了 凤姐已经睡了 平儿过来瞧二姐 又悄悄地劝他 好生养病 不要你那畜生 游二姐拉着平儿说 姐姐 我自从到了这里 多亏了姐姐照应 为我 姐姐也不知道 受了多少嫌弃了 我若逃得出面来 我必报答姐姐的恩德 只怕我逃不出命来 也只好等来生吧 平儿也不禁滴着泪说 向来都是我坑了你 我原是一片痴心 从没有瞒我们奶奶的话 既听见你在外头 岂有不告诉她的 谁知生出这些个事 游二姐忙说 姐姐这话错了 若姐姐便不告诉她 她岂有打听不出来的 不过是姐姐说的在先罢了 况且 我也要一心进来 才成了体统 和姐姐合肝呢 两个人哭了一会儿 平儿又嘱咐了几句 夜已深了 才去安息 这里游二姐心下自想 便已成事 日无所养 凡有所伤 料定必不能好了 可不如说 既然她已经打下 无可闲心 何必受这些灵气 不如一死倒还干净 常听见人说 金子可以坠死 岂不比上吊 岂不比上吊 刺吻又干净 二姐想完 扎扎着起来 打开箱子 找出一块金子 也不知道多重 含着眼泪 吞入口中 几次狠命直脖子 才咽了下去 于是赶忙把衣服 首饰穿戴起整 上炕躺下了 当下人不知鬼不觉 到第二天早晨 丫鬟媳妇们 见二姐不叫人 特地且自己去梳洗 凤姐便和秋童 都到上房去了 平儿看不过 就说丫头们 你们啊 就只配没人心地 打着骂着屎也罢了 一个病人 也不知道可怜可怜 他虽好性 你们也该拿出样来 别太过分了 强导众人推 丫鬟听了 急忙推房门进来看时 游二姐却穿戴得 齐齐整整 死在炕上了 丫头们这才吓慌了 喊叫起来 平儿进来看了 不禁大哭 众人虽素席惧怕凤姐 然而想到 游二姐实在温和连下 如今死去 谁不伤心落泪 只是不敢给凤姐看见 当下 何宅都知 贾连进来 搂失大哭不止 凤姐也假意哭 哎呀 狠心的妹妹呀 你怎么就要丢下我去了 辜负了我的心呢 游是贾龙等 也来哭了一场 劝住贾连 贾连便回了王夫人 讨了离乡院停放五天 再挪到铁坎寺去 王夫人答应了 贾连忙叫人 去开了离乡院的门 收拾出正房来停灵 贾连嫌后门出灵不好 便对着离乡院的正墙 线开了一个大门 两边搭棚 安檀场做佛事 又用转踏破了紧段被褥 将二姐抬上踏去 用被单盖上了 八个小丝和几个媳妇为随 从内墙一带 抬到离乡院来 贾连揭开被单一看 只见这尤二姐面色如生 比活着还美丽貌 贾连又搂着大哭 只叫 奶奶 你死的不明 都是我坑了你啊 贾荣忙上来劝 叔叔 解着想 我这个姨娘自己没服 说着 又向男指着大官员的借墙 贾连会议 只悄悄地跺脚说 我忽略了 终究堆出来 我替你报仇 这个时候 请来的天文声回说 奶奶 坐于今日正卯时 五日出不得 或是三日 或是七日才可 明日银时 入殓大吉 贾连说 三日断固使不得 竟是七日吧 因家书家兄都在外 小脏不敢多停 等到了外头 还放武器 做了大道场 才眼灵 明年望南去下葬 天文声 答应的去了 那宝玉 早已过来 陪哭了一场 众族中人 也都来了 一会儿 贾连忙进去找凤姐 要银子 置办丧礼 凤姐 竟然把二姐抬了出去 就推自己有病 老太太太太说我病着 系三房 不许我去 因此也不出来 川校 就到大观园中来了 凤姐绕过群山 到北街墙根底下放外听 隐隐约约听了一言半语 就回来回贾母说 如此这般 那贾母说 信她胡说呢 谁家老病死的孩子不烧了 也认真地开丧破图起来 既是二房一场 也是夫妻之分 平五七日抬出来 或衣梢 或者乱赃地上 埋了完事了 凤姐说 是这话 可是我又不敢劝她 正说着 丫鬟来请凤姐 说二爷等着奶奶拿银子呢 凤姐指的来了 便问贾连 什么银子呢 家里近来千难 你还不知道啊 咱们的阅历 一越赶不上医院 昨个我把两个金像圈 当了三百银子 你还做梦呢 这还有二三十两银子 你要你就拿来去吧 凤姐就叫平儿 拿了出来递给贾连 又说贾母那里有话 又去了 恨得那贾连 没话可说 只得开了油饰的香柜 去拿自己的梯底钱 到开了香柜 一点不存 只有些破烂的首饰 和几件半心不救的衣裳 贾连 贾连看到这里 不禁又伤心的哭了起来 就自己用个包袱 一起包了 也不叫小丝丫鬟来拿 便自己提着来烧了 平儿见了 又是伤心 又是好笑 忙把二百两一包的碎银子 偷了出来 到厢房里拉住贾连 悄悄地递给他 你只别做事才好 你要哭 外头多少哭不得 要跑到这里来点眼 贾连说 你说的是 贾连接了银子 又把一条汉金 递给平儿 这是你奶奶家常记的 你好生替我收着 做个年薪吧 平儿指的拿了 自己收了去 贾连拿了银子给众人 走来叫人先去买板 可好的又贵 中的又不要 贾连就骑着马亲自去瞧 到晚间 果然抬了一副好板进来 奢欠着五百两银子 连夜赶造棺材 一面又分派了人口 穿教守灵 自己晚上也不进去 只在离乡院半宿 那二姐的尸体 在离乡院放了七天 贾连想着二姐的旧情 虽然不敢大做声势 却也不免请些僧道超度亡灵 再说这年七月 贾政回京 拜见了圣上之后 圣上赐驾一个月 在家歇计 贾政因为年纪见老 势重身衰 又因在外几年 骨肉分离 今日回家团聚一堂 欢喜不尽 月爸爸一应大小事物 置之度外 只是看书 闷了便和亲客们下棋吃酒 我日间在里面 母子夫妻共续天伦之乐 今年八月初三日 是贾母的八旬大盛 因为亲友全来 恐怕眼眼摆设不开 便早同贾舍和贾真贾连等商议 议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 到八月初五日值 容宁两处 齐开眼眼 自七月上旬 宋寿礼的便络绎不绝 礼部奉旨 亲自金玉如意一顶 彩断四端 金玉还四个 躺银五百两 元春又叫太监送出来 金兽心一尊 陈香拐一只 鞋南珠一串 福寿香一合 金定一对 银定四对 彩断十二匹 玉杯四只 愚者自亲王驸马 以及大小文武官员之家 凡有所来往者 莫不由礼 不能圣计 二十八日演宴之后 贾母劳罚了一日 第二天便不会人 一英都是行夫人 王夫人款待 有那些世家子弟拜寿的 只到厅上行礼 贾舍 贾政 贾贞等 还礼管代 到宁府坐席 这几天 游氏晚间也不回那府里去 白日间待客 晚间就住在园内 理事房中 这天晚间 服侍过贾母晚饭之后 游氏就一直来到园中 只见园中正门和各处脚门都没关 还吊着各色彩灯 就回头叫小丫头叫当班的女人 那丫鬟走到班房中 竟没有一个人影 回了回了游氏 游氏便叫传管家的女人 这丫头应了出去 就到了二门外 管室的女人 意识聚集的房里 到了这里 只有两个婆子 在分菜果呢 小丫头问 哪一位奶奶在这里 东府奶奶 立等一位奶奶 有话吩咐 这两个婆子 只顾分菜果 又听见是东府里的奶奶 就不大在心上 就说 管家奶奶们才散了 散了 你们家里传他去 嗨 我们只管看屋子 不管传人 姑娘要传人 再派传人的去吧 那小丫头听了说 哎呀 这可反了 怎么你们不传去 你好拿心来了的 怎么红气我来了 素人你们不传谁传去 这会儿要是打听了梯底信 或是赏了哪位管家奶奶的东西 你们争着狗颠似的传去呢 两个奶奶要传 你们可也这么回 这两个婆子 一则吃了酒 二则被这个丫头揭了短 就恼怒了 扯你的臊 我们的事 传不传和你什么相干 你不用接挑我们 你想想 你那老子娘在那边管家爷们跟前 比我们还会拍呢 什么清水下砸面 你吃我看见的事 各家门各家户 你有本事排下你们那边人去 我们这边 你们还早着呢 丫头听了气白了脸 好好 这话说得好 一面转身进来回话 那游是早进了园来 先到了怡红院 见席人宝琴湘云三个人 同着地藏庵的两个姑子 正在说故事玩笑呢 游是说饿了 席人就装了几样 荤素点心出来给游是吃 两个姑子 宝琴湘云等都吃着茶 还说故事 那小丫头子一直找了来 气狠狠地把刚才的话都说了出来 游是听了说 哼 这是两个什么人呢 众人听了 生怕游是生气 盲劝说 没有的事 必是那一个听错了 哎呀 你这个孩子好气心 那糊涂老妈妈们的话 你也不该来回才是啊 咱们奶奶万斤之躯 劳发了几天 黄汤辣水没吃 咱们哄她欢喜一会儿还来不及呢 说这些话做什么 习人也忙笑着拉小丫头说 好妹子 你且出去歇歇 我打发人去叫他们去 游是对小丫头说 你不要叫人 你就去叫这两个婆子来 到那边把他们家的缝儿叫来 习人说 我请去 游是说 偏不要你去 两个姑子忙力起身来说 奶奶素日宽宏大量 今儿个老祖宗千秋 奶奶生气 岂不惹人谈论呢 宝琴湘云两人也都笑着劝 游是说 不为老太太的千秋 我断不移 且放着就是了 说话之间 习人早就派了一个丫头 去到园门外找人了 可巧遇见了周睿家的 这小丫头就把这话告诉了周睿家的 周睿家的虽不管事 因她素日仗着是王夫人的陪房 缘有些体面 性情又乖华 专会各处献情讨好 所以各处房里的主人都喜欢她 周睿家的 今儿个听了这话 忙得就飞跑到怡红院来 一面走一面说 哎呀 这气坏了奶奶了 这可了不得了 我们家里呢 如今惯得太不堪了 天生我不在跟前 若在跟前啊 且打他们几个耳瓜子 等过了这几天再算账 周睿家的今儿个听了这话 忙得就飞跑到怡红院来 一面走一面说 哎呀 这气坏了奶奶了 这可了不得了 我们家里呢 如今惯得太不堪了 天生我不在跟前 若在跟前啊 且打他们几个耳瓜子 等过了这几天再算账 游是见了他便说 周姐姐你来 有个礼你说说 这早晚门还大开着 明灯蜡烛 出入的人又咋 堂有布房的事 如何使得 因此叫当班的人 吹灯关门 谁知一个人女儿也没有 周睿家的说 这还了得 前儿二奶奶还吩咐了他们 说这几日事多人杂 天一晚就关门吹灯 不是园里的人 不许放进去 今儿个就没了人了 这个事 必要打几个才好 奶奶不要生气 等过了事 我告诉管事的打他个臭死 只问他们 谁叫他们说 这各家门各家户的话 奶奶 我已经叫他们吹了灯 关上正门和脚门子了 正乱着呢 只见凤姐打发人来请吃饭 游是说 我也不饿了 才吃了几个波波 请你奶奶自己吃吧 一会儿周睿家的得便出去 便把刚才的事回了凤姐 又说 这两个婆子 就是时常对管家奶奶说话 都狠得了不得 奶奶若不介斥 大奶奶脸上过不去 凤姐说 也站着 记上两个人的名字 等过了这几天 捆了送到东坡里 凭大早的开发 或是打几瞎子 或是他开恩饶了他们 随他办去就完了 什么大事啊 周睿家的 因为素日和这几个人不合 所以巴不得一声 出来了 便叫一个小司 到林志孝家去传凤姐的话 立刻叫林志孝家的 进来见大奶奶 一面又传人 立刻捆起这两个婆子来 叫到马圈里派人看守 林志孝家的 不知道有什么事啊 忙坐车进来 先见凤姐 丫头们出来说 奶奶才歇了 大奶奶在园里 叫大娘 见了大奶奶就是了 林志孝家的 指得进园来 到道乡村 丫头们回进去 又是听了 反过意不去 忙叫林志孝家的 也不是什么大事 谁又把你叫进来 倒要你白跑一趟 不大的事 已经撒开少了 林志孝家的说 二奶奶大发人传我 说奶奶有话吩咐 游氏说 这是哪里的话 这就是谁多事 告诉了凤丫头 大概是周姐姐说的 你家去歇着吧 没什么大事 李丸又要说缘故 游氏到粉栏住了 林志孝家的 见如此 指得回身出缘去了 可巧遇见了赵姨娘 赵姨娘说 哎哟哟 我的嫂子 这回还不家去歇歇 还跑来做什么呀 林志孝家的 便笑着说了缘故 那赵姨娘 原是好大听这些事的 况且素日 又和管家的女人们 有交情 互相联络 好作首尾 刚才的事 都已经听说八九了 便如此这般的 告诉了林志孝家的一遍 林志孝家的听了说 哼 原来是这事 也值一个屁 开恩呢 就不理论 心窄心 也不过打几下就完了 赵姨娘说 我的嫂子 事虽不大 可见她们太张狂了些 巴巴的传进你来 明明是戏弄你 完算你 快歇下去 娘还有事呢 也不留你吃茶去了 说完 林志孝家的出来 到了侧门前 就有刚才两个婆子的女儿 上来哭着求情 林志孝家的说 你这孩子好糊涂 谁叫你娘吃酒混说了 惹出事来 连我也不知道 二奶奶打发人去捆她 连我还有不是呢 我替谁讨情去 这两个小丫头 只管哭着求告 缠着林志孝家的美法 糊涂东西 你放着门路不去 却来缠我 你那姐姐 献给了那边太太的 陪房废大娘的儿子 你走过去告诉你姐姐 叫庆家娘和大太太一说 什么玩不了的事啊 说完就上车去了 这个小丫头 果然过来告诉了她姐姐 她姐姐就和废婆子说了 这个废婆子 原来是邢夫人的陪房 起先也曾得意过一时 只因为贾母近来不大喜欢 邢夫人了 所以连邢夫人这边的人 也捡了威势了 因此对贾仲这边 有些体面的人 那边个个都虎视眈眈 那废婆子 常常以老卖老 仗着邢夫人 常吃些酒 嘴里胡骂乱怨的出气 如今贾母庆寿这样的大事 看着人家逞财 卖技办事 呼腰喝溜的弄手脚 心中早就不自在了 每天只鸡骂狗 闲言闲语的乱闹 贾仲这边的人 也不和她较量 那废婆子 如今听了周睿家的 捆了她亲家 越发火上浇油 仗着酒性 大骂了一阵 便走上来求邢夫人 说她亲家并没有什么不是 不过是和东府里的 大奶奶的小丫头 白斗了两句话 周睿家的 便调唆了咱们家的二奶奶 把她捆到马圈里 等过了这两天还要打呢 求太太和二奶奶说一声 饶她这一侧吧 那邢夫人 自从要鸳鸯之后 讨了个没趣 后来见贾母 越发冷淡了她 凤姐的体面反胜过自己 自己心里 早已经怨愤不乐 只是使不出来 又碰上这一伙小人在身边 他们心里嫉妒邪怨凤姐 便背地里造言声势 调拨主人 先不过是告那边的奴才 后来就渐渐告到凤姐 再后又告到王夫人 邢夫人 邢夫人 纵是个铁心同胆的人 妇女家总不免生些猜疑之心 所以心里实在是怨恨凤姐 如今听了如此一篇话 也不说长短 到了第二天 晚间看戏散的时候 邢夫人当着许多人 陪笑和凤姐求情说 我听见昨个晚上二奶奶生气 大发周管家的娘子捆了两个老婆子 可也不知犯了什么罪 论理我不该讨情 可我想老太太好日子 发狠地舍钱舍米 周贫寄老 咱们家反倒先折磨去人家来了 不看我的脸 全且看老太太的脸 竟放了他们吧 说完就上车去了 凤姐听了这话 又当着许多人 又羞又气 一时寻不着头脑 憋得脸紫障 回头向赖大家的说 这是哪里的话 昨个因为这里的人 得罪了东府里的大嫂子 我怕大嫂子多些 所以箭让她发发 并不是因为得罪我 这又是谁的耳抱神 这么快啊 王夫人就问什么事 凤姐笑着 把昨天的事说了 有事也对凤姐说 哎 连我也并不知道 你呀 缘也太多事了 凤姐说 我为你脸上过不去啊 所以等你开发 不过是个理 就如我在你那里 有人得罪了我 你自然送了来 敬我开发 凭他是什么好奴才 到底错不过这个理去啊 这又不知谁 过去没得献殷勤 这也当作一件事情 去说 王夫人说 你太太说的是 就是真根媳妇 也不是外人嘛 也不用这些虚理 老太太的千秋要紧 放了他们为事 王夫人说着 回头便叫人去放了 那两个婆子 凤姐由不得越想越气越愧 不觉得灰心转杯 滚下泪来 赌气回房哭泣 又不叫人知道 偏偏是贾母 打发琥珀来叫 立等说话 琥珀见了凤姐就问 哎 好好的 这是什么缘故 那儿立等着你呢 凤姐听了 忙擦干眼泪 洗了脸 另湿了脂粉 才同琥珀过来 这里贾母问凤姐的话 鸳鸯忽然过来 向凤姐脸上只管瞧 引得贾母问 你不认得她 只管瞧什么 鸳鸯说 哎 怎么她的眼睛肿肿的 所以我诧异 只管看呢 贾母听说 就叫凤姐过来 也瞧着眼看 凤姐说 嗯 才觉得一阵痒痒 柔肿了些 鸳鸯说 别要是受了谁的气不成 凤姐说 谁敢给我气受 便受了气老太太的好日子 我也不敢哭的 贾母说 正是呢 我正要吃晚饭 你在这里打发我吃 剩下的你就和真儿媳妇吃了 你们两个在这儿帮着两个师傅 替我捡佛豆 你们也滴滴瘦 前个你们姊妹们和宝玉都捡了 如今也叫你们捡捡 别说我偏心 那鸳鸯早就听见 琥珀说凤姐哭的事情 又在平儿那儿打听的缘故 晚间人散的时候 便回了贾母 贾母说 这才是凤丫头之理之处 难道为我的生日 由着奴才们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也不管吧 这是大太太素日没好气 不敢发作 所以今儿个拿着这个杂法子 分明是当着众人给缝儿没脸罢了 再说忙过了初五 大家才歇歇 这天晚上 鸳鸯奉了贾母之命 去找李丸 分付一句话 鸳鸯说完了回来 刚到园门前 这间脚门虚眼 还没上栓呢 这个时候 园内又没人来往 只有当班的房内 灯光眼映 微夜高照 鸳鸯又不曾有个作伴的 也不曾提灯笼 独自一个 脚步又轻 所以当班的人都不理会 偏偏鸳鸯又要小姐 就下了永路 寻个微草处 走到一个湖山时候 大桂树底下来 刚转过石后头 只听见一阵衣衫响 吓得鸳鸯一跳 定睛一看 只见是两个人在那 见鸳鸯来了 便想到石头后面 树丛下藏夺 鸳鸯眼前 趁月色 见准了一个 穿红裙子 梳棚头 高大 风状身材的 是迎春房里的 丝旗 鸳鸯只当 他和别的女孩子 也在这儿方便 见自己来了 故意躲藏起来 下着玩呢 便笑着叫 斯奇 你不快出来 吓着我 我就喊起来 当贼拿了 这么大丫头了 没个黑假白日的 只是玩不够 这本来是鸳鸯的玩话 叫斯奇出来 谁知道 斯奇贼人胆虚 只当是鸳鸯 一看见 他的手尾了 生怕鸳鸯叫起来 是众人知道了 更不好 况且素日鸳鸯 又和自己亲厚 所以斯奇 便从树后跑出来 一把拉住鸳鸯 便双膝跪下说 好姐姐 千万别嚷 鸳鸯 反不知道他为什么 忙拉他起来说 这是怎么说 斯奇满脸红胀 又流下泪来 鸳鸯再一回想 那个人人 广乎像个小丝 心里便猜着了八九了 自己板修的面红耳赤 又怕起来 停了一会儿 忙悄悄地问 那是谁呀 斯奇又跪下说 是我的姑舅兄弟 鸳鸯催了一口说 要死要死 斯奇又回头悄悄叫 你不用藏着 姐姐一看见了 快出来磕头吧 那小丝听了 指得也从树后爬出来 磕头如捣蒜 鸳鸯忙要回身 斯奇拉着苦求 我们的姓名都在姐姐身上了 只求姐姐超胜要紧 鸳鸯说 你放心 我横手不告诉一个人就是了 话刚说完 只听脚门上有人说 金姑娘也出去了 脚门上锁吧 那鸳鸯鸯 那鸳鸯正被斯奇拉着 不得脱身了 忙说 我在这里有事 且等等关门 我出来了 斯奇听说 指的松手让鸳鸯去了 那鸳鸯出了脚门 脸上还红 心里还突突的 真是意外之事 心里想 这个事儿非常 若说出来 奸道相连 关系人命 还保不住带累了旁人 横竖和自己无甘 却藏在心里 不说给一个人知道 鸳鸯回房 回复了贾母的话 大家就安息了 原来那斯奇 从小和他姑表兄弟 在一处玩笑的时候 便都定下了将来 不娶不嫁 近年大了 彼此又出落的品貌风流 时常斯奇回家的时候 两人没来演续 旧情不忘 只是不能入手 又彼此生怕父母不从 两人便设法 买通了园内老婆子们 留门看到 今儿个趁乱 才从外面进来 忽然被鸳鸯惊散 那小丝早就穿花肚流 从脚门出去了 斯奇一夜不曾睡着 又后悔不及 到第二天看见鸳鸯 还是脸上一红一白 百般过不去 心内怀着鬼胎 茶饭无心 起坐恍惚 挨了两天 不听见有动静 才烈烈地放下心来 这天晚间 忽然有个婆子 来悄悄地告诉他说 你兄弟逃走了 三四天没回家 如今打发人四处找他呢 斯奇听了 又气又急又伤心 心里想 纵是闹了出来 也该死他一处啊 他仗着是男人 先就走了 可见是个没情意的 因此又添了一层气 第二天便觉得心内不快 自觉支持不住 一头睡倒 奄奄地成了大病了 鸳鸯知道 那边无故地走了一个小厮 园内斯奇又病重 要望外挪 心下料定 是两人惧怕的缘故 因此自己反过意不去 就来看望斯奇 支出了别人 鸳鸯自己就立身发誓 对斯奇说 我要告诉一个人 立刻限此限报 你只管放心养病 别白白地糟蹋了小命 斯奇一把拉住鸳鸯说 我的姐姐 咱们从小耳病思磨 你不曾拿我当外人带 我也不敢怠慢了你 如今我虽然走错了一步 你若果然不告诉一个人 你就是我的牵羊一样了 从此以后 我活一天 是你给我的一天 我的病好了之后 给你立个长生牌位 我天天分享礼拜 保佑你一生 福寿双全 我若死了 便驴便狗 报答你 再俗话说 千里搭长篷 没有不散的演习 再过三两年 咱们都是要离了这儿的 俗话又说 扶平尚有相逢日 人起全无见面时 倘过日后咱们遇见了 那时候我又怎么报答你呢 斯奇的这一席话 凡把鸳鸯说得心酸 也哭起来了 正是这话 我又不是管事的人 何苦我坏了你的名声 白去献殷勤呢 况且这事 我自己也不便开口向人说 你只放心吧 从此养好了 可要安分守己 再不许狐行乱坐了啊 斯奇在枕上 点头不解 鸳鸯又安慰了斯奇一番 才造了出来 鸳鸯从斯奇房中出来 因为知道贾连不在家中 又因为这两天 凤姐的精神差了些 不像往日一样 就顺路也来问候 进入凤姐院门 二门上的人见是鸳鸯来 便起身让她进去 鸳鸯刚到堂屋中 只见平儿从里间出来 见了她来 忙上来悄悄地说 奶奶才吃了一口饭 歇了午睡 你且到这屋里略坐坐 鸳鸯听了 指得通平儿到东边房里来 小丫头倒了茶来 鸳鸯悄悄地问平儿 你奶奶这两天是怎么了 我看她懒懒的 平儿见问就说 唉 她这个懒懒的 也不止今日了 这一个月之前便是这样 又加上忙烦了这几天 又受了些嫌弃 又重新勾起来了 这两天又添了些病 所以支持不住 便露出马脚来了 鸳鸯忙说 既这么样 怎么不早请大夫来治啊 唉 我的姐姐 你还不知道她的脾气的 别说请大夫来吃药 我看不过 白问了一声 身上觉得怎么样 她就冻了气了 反正我咒她病了 饶这样 天天还是查干仿次 自己就不肯看破戏 痒痒身子 鸳鸯说 虽然如此 到底该请个大夫来瞧瞧是什么病 也都好放心啦 平儿说 我的姐姐 说起病来 据我看也不是什么小症 鸳鸯忙问 是什么病呢 平儿健问 又望前凑了一凑 向鸳鸯耳边说 只从上个月行了经之后 这一个月呢 竟稀稀利利的没有止住 这可是大病不是 鸳鸯听了忙说 哎呀 依你这话 这可不成了血山崩了 平儿说 呸 你女孩家 这是怎么说的 大会咒人呢 鸳鸯见这样说 不禁红了脸 又悄悄地说 究竟我也不知道 什么崩不崩的 你倒忘了不成 原先我的姐姐 不是害这病死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 因为无心听见妈和亲家妈说 我还纳闷呢 后来也是听见妈戏说缘故 才明白了一两分呢 平儿鸳鸯正说的话 只见小丫头进来问平儿说 刚才猪大娘又来了 我们回了她奶奶才学武教 她往太太上头去了 平儿鸳鸯正说的话 只见小丫头进来问平儿说 刚才猪大娘又来了 我们回了她奶奶才学武教 她往太太上头去了 平儿听了点头 鸳鸯问 哪个猪大娘啊 平儿说 就是那官媒婆猪嫂子 说什么有孙大人家 来咱们家求亲 所以她这两天 天天弄个帖子来 赖死赖活的 一语刚完 小丫头跑来说 爱爷进来了 说话之间 贾连已走到堂屋门口 口内换着平儿 平儿答应着才迎出去 贾连已找到这间房里来了 到了门前 忽见鸳鸯坐在炕上 便杀住脚 鸳鸯姐姐 今儿个跪脚踏见地呀 鸳鸯只是坐着说 来请爷奶奶的安 天不在家的不在家 睡觉的睡觉 贾连说 姐姐一年到头 辛苦服侍老太太 我还没看你去 哪里还敢劳动来看我们呢 正是巧得很 我才要找姐姐去 因为穿着这袍子热 先来换了假袍子 再过去找姐姐 不想天可怜 省我走了这一趟 姐姐先在这里等我了 贾连一面说 一面在椅子上坐下 鸳鸯又问 又有什么说的 贾连说 因为有一件事 我竟忘了 只怕姐姐还记得 上年老太太生日 曾有一个外露和尚 来孝敬一个腊油洞的佛首 因为老太太爱 就急刻拿过来摆着了 因为前日老太太生日 我看见古董账上 还有这一笔 却不知这个时候 这件东西着落何处 古董房里的人 也回过我两侧 等我问准了 好注上一笔 所以我问姐姐 如今还是老太太那里摆着呢 还是交到谁手里去了呢 鸳鸯说 老太太摆了几天就烦了 就给了你们奶奶了 你这会儿又问我来 我连日子还记得呢 还是我打发了老王家的送来的 平儿正拿衣服呢 听见这话 忙出来回说 交过来了 现在楼上放着呢 奶奶已经打发过人出去 说过给了这屋里 他们发昏 没记上 又来叨叨这些没要紧的事 小莲说 既然给了你奶奶 我怎么不知道 你们就卖一下了 平儿说 奶奶告诉二爷 二爷还要送人 奶奶不肯 好容易留下的 这会儿自己忘了 到时候我们卖一下 那是什么好东西啊 比那强十倍的东西 也没卖下一刻呢 这会儿爱上那个不值钱的 贾连垂头含笑 响了一响 拍手说 我如今竟糊涂了 丢三忘四惹人抱怨 竟大不像先前了 鸳鸯说 也怨不得 事情又多 口舌又杂 你再喝上两杯酒 哪里记得许多 一面说 一面就起身要气 贾连也忙起身说 好姐姐 再坐一坐 兄弟还有事相求 说着便骂小丫头 哎 怎么不气好茶呢 快拿干净的盖碗 把昨儿浸上的新茶 气一碗来 姐姐 这两天 因为老太太的千秋 所有的几千两银子都使了 挤出房租地税 统统要在九月才得 这会儿竟接不上了 明儿个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 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的礼 还有几家红白大礼 至少还得三两千两银子用了 一时难去知计 所以说 求人不如求己 说不得 姐姐担个不是 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银家伙 偷着运出一箱子来 赞压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 不上半年的光景 银子来了 我就赎了交还 端不能叫姐姐落不是 你倒会变戏法 亏你怎么想出来的 贾连说 不是我扯谎 若论除了姐姐 也还有人手里管得起千数两银子的 只是他们为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胆量 我若和他们一说 反吓住他们了 所以我硬撞金钟一下 不打破骨三千 一语未了 忽由贾母那边小丫头忙忙的过来找鸳鸯 老太太找姐姐半天 我们哪里没找到 却在这里 鸳鸯听说 忙的先去见贾母 贾连见鸳鸯去了 指的回来瞧凤姐 谁知凤姐已经醒了 听她和鸳鸯借荡 自己不便答话 只躺在榻上 听见鸳鸯去了 贾连进来 凤姐就问 她可应准了 贾连说 虽然没用准 却有几分成熟 须得你晚上再和她说一说 就实成了 我不管这事 倘若说准了 这会儿说得好听 到了有钱的时候 你就丢在脖子后头 谁跟你打鸡荒去 倘若老太太知道了 那把我这几年的脸面都丢了 贾连说 好人 你若说定了 我谢你如何 你说 你谢我什么 你说要什么就给你什么 平儿在一旁说 奶奶倒不要谢的 拙政说 要做一件什么事 恰少一两百银子使 不如借了来 奶奶拿一两百银子 岂不两全其美了 凤姐说 幸亏提起我来 也就是这样罢了 贾连说 你们也太狠了 你们这会儿 别说一千两个当头 就是现银子要三五千 只怕也难不倒 我不和你们借就罢了 这会儿反你们说一句话 还要个力钱 真真了不得 凤姐听了 翻身起来说 我有三千五万 不是赚的你的 如今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背着我 嚼说我的不少 就差你来说了 可知没家亲 引不出外鬼来 我们王家 可哪来的钱呢 都是你们贾家赚的 别叫我恶心了 你别以为你们贾家 有十重之父 动通之才 把我们王家的地缝子 扫一扫 就够你们过一辈子呢 说出来的话也不怕扫 现有对证 把太太的和我的嫁妆戏看看 比比你们的 哪一样是配不上你们呢 贾连说 说句玩话就急了 这有什么这样的 要是一二百银子 值什么 多的没有 这还有 先拿进来 你使了再说 如何 我又不等着买棺材 忙什么呢 哎 何苦来 犯不着这样干活胜 凤姐听了 又笑起来说 哎 不是我着急 你说的话出人的心啊 我因为我想着 后天是游二姐的周年 我们好了一场 虽不能别的 到底给她上个坟 捎张纸 也是子妹一场 游二姐虽然没留下个男女 也别前人杂土 迷了后人的眼睛才是啊 这一句话 倒把贾连说没了话 低头打散了半赏 才说 嗯 难为你想的周前 我竟忘了 即是后日才用 若明天得了这个 你随便使多少就是了 这个时候 只见望儿媳妇走进来 凤姐便问 可成了没有 望儿媳妇说 竟不中用 我说需的奶奶做主就成了 贾连便问是什么事 凤姐说 不是什么大事 望儿有个小子 今年十七岁了 还没的女人 因要求太太房里的彩霞 不知太太心里怎么样 其儿个太太见彩霞大了 二则又多病多灾的 因此开恩打发都出去了 给他老子娘 随便自己捡女婿去吧 因此望儿媳妇来求我 我想他两家 也就算是门当户对的 一说去自然成的 谁知他说没成 贾连说 这什么大事 比彩霞好得多着呢 望儿家的陪笑说 爷虽如此说 连他家还看不起我们 别人越发看不起我们了 好容易相准了一个媳妇 我只说求爷奶奶的恩典做成了 奶奶又说他必肯的 我就烦了人走过去试一试 谁知白逃了没去 若论那孩子大好 据我素日思议似的他 他心里没什么说的 只是他老子娘两个老东西 心太高了些 一语戳动了凤姐和贾连 凤姐因为看见贾连在此 就不做事只看贾连的光景 贾连因为心中有事 哪里把这点事放在心里 再要不管吧 只是看着她是凤姐的陪房 况且又素日出过力的 脸上实在过不去 贾连就说 什么大事只管咕咕唧唧唧的 你放心去 我明儿做美打发两个有体面的人 一面说一面拜着定理去 就说是我的主意 他果真不一 再叫他来见我 望儿家的看着凤姐 凤姐就努嘴 望儿家的会议 忙趴下来就给贾连磕头谢恩 贾连忙说 哎 你只给你奶奶磕头吧 我虽说了这样行 到底也得你奶奶打发个人 叫彩霞的娘上来 和她好好说更好些 虽然他们第一 可这个事也不可霸道了 凤姐忙说 连你还这样开恩操心呢 我反倒袖手旁观不成 望儿家的你听见了 好了 说了这事 你也赶快去给我办事吧 说给你男人 外头所有的账 一概赶今年年底下收了进来 少一个钱我也不依的 我的名声不好 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 望儿媳妇笑着说 奶奶也太胆小了 谁敢一文奶奶呀 要说公道话 倘若收了 我们倒还省些事 也不大得罪人 哼 我也是一场痴心白使了 我真的还等钱做什么 不过为的是日用出的多 劲的少 这屋里有的没的 我和你姑爷一月的月钱 再连上四个丫头的月钱 通共一二十两银子 还不够三五天的使用呢 若不是我千凑万挪的 早不知道到什么破窑里去了 如今倒落了一个放账破了户的名 既这样我就收了回来 我比谁不会花钱啊 咱们以后就坐着花 花的多糟玩就多糟玩 这不是样儿 前老太太生日 太太急了两个月 想不出烦来 还是我提了一句 后楼上线有些没要紧的 铜的锡的家伙 四五箱的 拿了弄去三把银子 才把太太的遮羞礼堂过去了 哼 我是你们知道的啊 那一个金字铃钟 卖了五百六十两银子 没半个月 大事小事倒有十来件 白填在里头了 今儿个外头也短住了 不知道是谁的主意 搜寻上老太太了 明儿个再过一年 个人搜寻到头面衣服 可就好了 望儿媳妇说 哪一位太太奶奶的 头面衣服折变了 不够过一辈子的 只是不肯罢了 哼 不是我说了没能耐的话 要像这样啊 我竟不能了 昨晚上忽然做了个梦 说来也可笑 梦见一个人 虽然念善 却又不知名姓 来找我 问她做什么 她说娘娘打发她来 要一百匹紧 我问她是哪位娘娘啊 她说的又不是咱们家的娘娘 我就不肯给她 她就上来躲 正躲着就醒了 望儿家的说 这是奶奶白日里操心 有话回她 贾连便躲到那一套间去 这里凤姐叫人带进了小太监来 让她椅子上坐了吃茶 问什么事 那小太监说 夏爷爷因今儿建了一所房子 如今竟短了二百两银子 打发我来问舅奶奶家里 有现成的银子 暂借一二百 过一两天就送过来 凤姐听了说 哎呀 什么事送过来 有的是银子 只管先对了去 改着等我们短了 再借去也是一样的 小太监说 夏爷爷还说了 上两回还有一千二百两银子没送来 等今年年底下 自然一起都送过来 嗯 你夏爷爷好小气呀 这也值得提在心上啊 我说一句话 不怕她多心 若都这样寄清了还我们 不知还了多少了 只怕没有 若有 只管拿去 凤姐叫望儿媳妇来 你出去不管哪里先支二百两来 望儿媳妇会议 就说 我刚才因为别处支不动 才来和奶奶支的 啊 你们只会里头来要钱 叫你们外头算去就不能了 平儿 把我那两个金像圈拿出去 暂且压四百两银子 平儿答应了 去了半天 果然拿了一个锦盒子来 里面两个锦符包着 打开的时候 一个金蕾丝传珠的 那珍珠都有帘子大小啊 一个点翠嵌宝石的 两个都和宫中之物不离上下 一时拿去 果然拿了四百两银子来 凤姐叫给小太监打碟起一半 那一半叫人给了望儿媳妇 叫她拿去办拔月中秋的节 那小太监便告辞了 这里贾连出来说 这一起外遂何日是了 凤姐说 刚说着就来了一股子了 贾连说 昨个周太监来 张口一千两 我略硬慢了些 他就不自在了 哎 将来得罪人之处不少啊 这会儿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 一面说 一面平冷服侍凤姐洗了脸 更衣往贾母处去赐合晚饭了 这里贾连出来 刚到外书房 忽见林芝笑的走来 贾连问什么事 林芝笑的说 刚才听得雨村降了 却不知道应何事 只怕未必真啊 贾连说 真不真 他那个官未必保得长 将来有事 只怕未必不连累咱们 宁可疏远的他好些 林芝笑说 何尝不是 只是一时难以疏远 如今东府大爷和雨村更好 老爷又喜欢他 时常来往哪个不知啊 贾连说 横竖不和雨村谋事 也不相干 你再去打听真了 是为什么 林芝笑答应了 却不动身 坐在下面椅子上 说些闲话 又说起家道艰难 哎 人口太多了 不如捡个日子 回名老太太老爷 把这些出过力的老家人 用不着的 开安放几家回去 一则他们各有营生 二则家里一年也省些 口粮越浅 在这里头的姑娘也太多了 俗语说 一时比不得一时 如今说不得现实的力了 少不得大家委屈些 该使八个的是六个 该使四个的便使两个 若各方算起来 一年也可以省得许多月女月浅 况且里头的女孩子们 一半都太大了 也该配人了 要成了房 岂不又滋生出人来 贾连说 我也这样想着 这些老爷才回家来 多少大事没回呢 哪里遇到这个上头 前个官媒 拿了庚体来求亲 太太还说老爷才来家 每天宽天喜地的说骨肉玩具 忽然就提起这个事 恐怕老爷又伤心 所以暂且不叫提这个事 林志孝说 嗯 这也是正理 太太想着周到 贾连说 哎 正是呢 提起这个话 我想起一件事来了 我们望儿的小子 要说太太房里的彩侠 他昨儿给求我 我想什么大事啊 不管谁就去说一声 这会儿有谁闲着 我打发个人去说一声 就说是我的话 林志孝听了 指的硬着 半上才说 依我说 二爷竟别管这件事 望儿的那小儿子 虽然年轻 在外头吃酒赌钱 无所不为 虽说都是奴才们 到底是一辈子的事啊 海峡那孩子 这几年我虽没见 听说月发出落的好了 何苦来白遭他一个人呢 哦 他小儿子原会吃酒 不成人 既这样 哪里还给他老婆 且给他一顿棍 锁起来 再问他老子娘 林志孝说 呵呵呵 何必在这一时 等他再生事 我们自然回也处置 如今且恕他吧 贾连不言语 一会儿 林志孝出去了 到晚间的时候 凤姐已派人叫了彩霞的母亲来 那彩霞的母亲纵然不愿意 可是见凤姐亲自和她说 何等体面呢 便心不由意地满口用了出去 一会儿贾连进来 凤姐问贾连 可说了这事没有 贾连说 我原要说的 打听着他小儿子不成人 所以还没说 若果然不成人 且管教他两天 再给他老婆不迟 凤姐听了便说 你听见谁说他不成人呢 呵呵 不过是家里的人 还有谁呀 哼 我们王家的人 连我还不忠你们的义呢 何况奴才呢 我刚才已经和彩霞的母亲说了 他娘已经昏天喜地地用了 难道又叫进他来 不要了不成 啊 既然你已经说了 又何必退呢 明儿个说给他老子 好生管他就是了 这一天 怡红院中宝玉才睡下 丫鬟们也正要各自安息 忽然听得有人来敲院门 老婆子开了门 见是赵姨娘房内的丫鬟 名唤小雀的 问他什么事 小雀不答 一直往房内来找宝玉 只见宝玉才睡下 秦玉等人还坐在旁边 大家玩笑 见小雀来了都问 什么事呢 这个时候又跑来做什么 小雀笑着向宝玉说 我来告诉你一个信 刚才我们奶奶呀 姑姑唧唧在老爷跟前说了什么 你仔细明儿老爷问你话 说着回身就去了 宝玉听了这话 就像孙大圣听见了紧箍咒一摆 便顿时四肢五内都意气不自在起来 想来想去别无他法 只好先理熟了书 预备名盘考吧 只要书没有错 便有别的事也可以搪塞一半了 想吧 忙批一起来要读书 心里边又有些后悔 这些日子只说不提起了 又丢生了 早知道该天天好歹温习些的 如今打三打三 肚子里现可背诵的 不过只有大学中庸论语 是带助背得出来的 到上本梦子就有一半是加生的 若凭空提一句 断不能接着背的 到下梦就有一大半忘了 算起五经来 因为近来作诗 常把诗经读下 虽不太熟 还可以敷衍 别的虽不记得 幸好素日甲正也没有吩咐过读的 纵然不知道 也还不碍事 至于古文 还是前几年所读过的几篇 连左传 国策 公阳 古梁 汉唐等文 不过几十篇 这几年竟没有温习的半篇 不过一时之幸 随看随望 没下苦功夫 如何记得呢 这是断难对付的 更有诗文八股一道 因为平日最为厌恶 虽然贾正当日起身的时候 选了百诗篇 叫宝玉读的 宝玉只是偶然读过一两篇 不过是凭一时之兴趣 如今若温习这个吧 又怕明儿谈究那个 若温习那个吧 又怕盘剥这个 况且一夜的功夫 也不能全部温习 因此月发天了焦躁了 这宝玉自己读书还不要紧呢 却带累着一房的丫鬟都不能睡了 习人摄月情文等几个大的 是不用说了 在旁边又捡蜡烛又侦查 那些小的 都困念朦胧前仰后合起来 情文就骂了 什么提子们 一个个黑架白日的挺是挺不够 偶然一次睡迟了些 就装出这个腔调来了 再这样 我拿针戳你们两下子 话还没说完 只听外界咕咚一声 急忙看时 原来是一个小丫头子坐着打盹 一头撞到墙壁上去了 从梦中惊醒 恰好正是情文说这个话的时候 那小丫头愣愣的只当是情文打了他一下 就央求说 好几天我再不敢了 众人都发起笑来 宝玉芒劝说 饶他去吧 原该叫他们都睡去才是 你们也该替换着睡去 席人芒说 小祖宗 你只顾你的吧 通共这一夜的功夫 你把心暂且用在这几本书上 等过了这一关 有你再张罗别的去 也不算误了什么 宝玉听席人说的啃气 指的诱读 读了没有几句 涉月又斟了一杯茶来润舌 宝玉接茶吃了 看见摄月只穿着短袄 解了裙子 宝玉就说 夜静了 冷 到底穿一件大衣裳才是 摄月指着书说 哎呀 你暂且把我们忘了 把心略对着塌些吧 这个时候 只听见一个丫头从后房门跑进来 口内说 不好了 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了 众人听说 忙问在哪里呀 即刻喝起人来 各处寻找 情文 见宝玉多受苦恼 劳费一夜神思 明天也未必妥当 心下正要替宝玉想出一个主意来 好拖此苦难 正好忽然碰着这一惊 便向宝玉说 哎 趁这个机会 快装病吧 只说吓着了 这个话 正中了宝玉的心怀 婴儿便传起上夜的人来 打着灯笼 各处搜寻 并无踪迹 都说 小姑娘们 像是睡花了眼 出去 风摇的树枝 错认做人了 情文便说 别放屁了 你们查的不言 怕得了不适 还拿这块来织物 刚才并不是一个人见的 宝玉和我们出去有事 大家亲眼见的 如今宝玉吓着脸色都变了 满身发热呢 我如今还要到太太房里 去安魂玩药去呢 太太问起来 是要回明白的 难道依你说 就罢了不成 众人听了 吓得不敢作声 指的又各出去找 情文和秋文两个人 果然出去取药 故意闹得众人都知道 宝玉吓着了 王夫人听了 忙叫人来看事给药 又吩咐各上业人 仔细搜查 于是园内灯笼火把 直闹了一夜 到了五更天 就传管家男女 叫仔细查一查 拷问内外上业男女人等 贾母知道宝玉被吓着了 就细问缘由 众人不敢再隐瞒 指的回名 贾母说 我料到必有此事 如今各处上业都不小心 还是小事 只怕他们就是贼 也未可知 当下刑夫人并游士等都过来请安 凤姐和李文姊妹等都陪侍 听贾母如此说 都莫无所答 独游探春出来说 近来因凤姐姐身子不好 园内的人比先前放肆了许多 先前不过是大家偷了一时半刻 或夜里做工的时候 三四个人聚在一处 或支骰子或豆排 小小的玩意儿 不过为熬困 近来渐渐的放弹了 竟开了赌局 甚至有头家局主 或三十调五十调三百调的大书营 半个月前 竟有中斗相打之势呢 哦 你既知道 为什么不早回我们来 我因为想着太太事多 而且连日不自在 所以没回 只告诉了大嫂子和管事的人们 借吃过几次 借日好些了 哎 你姑娘家 如何知道这里头的厉害啊 你以为耍钱是常事 不过怕起争端 殊不知夜间既耍钱 就保不住不吃酒 既吃酒 就免不得门户任意开锁 我买东西 寻张秘礼 其中夜静人心 便藏贼引尖引盗 何等是做不出来啊 况且园内的姊妹们 起居所办者 都是丫头媳妇们 贼倒是小 再有别是 腾略沾带血 关系不小 这时岂可轻数啊 探纯听说 便默然归作 凤姐近来身体没大好 精神已比往常差了 见贾母如此说 便回头叫人 诉传林志孝家的 四个媳妇到来 当着贾母 生斥了一顿 贾母叫 即刻查了 投家赌家来 有人自首者赏 引擎不告者罚 林志孝家的 见贾母动怒 谁敢逊思 忙到园内传奇人 一一盘查 虽然不免大家赖一回 终不免水落石出 查的大头家三人 小头家八人 剧读者通共二十多人 都带来见贾母 跪在院内 可想头求饶 贾母先问 大头家名姓 和钱的多少 原来这三个大头家 一个就是林志孝的 两姨庆家 一个就是园内厨房内 柳家媳妇的妹妹 一个就是迎春的乳母 这是三个为首的 贾母便叫 把骰子纸牌一起烧毁 所有的钱 入关分散给众人 将为首者 每人四十大板 撵出去 不许不许再进来 携从者 每人二十大板 隔去三个月的月前 拨去秋早厕所 又将林志孝家的 伸斥了一番 林志孝家的 见她的亲戚 又给她打嘴 也觉得没趣 迎春在座 也觉得没意思 黛玉 宝钗 探春等 见迎春的乳母如此 也是雾伤其类的意思 便都起身 向贾母讨情说 这个妈妈 素日圆不玩的 不知怎么也偶然高兴 求看着二姐姐面上 饶她这一次吧 贾母说 你们不知道 大约这些奶子们 一个个仗着奶国哥儿姐儿 远比别人有些体面 他们就生事 比别人更可恶 专管调缩主子 护短偏向 我都是经过的 正要拿一个做法 恰好果然就遇见了一个 你们别管 我自有道理 宝钗等听说 指得罢了 一会儿 贾母席五教 大家散出 都知道贾母今夜生气 都不敢各自回家 只得在此赞候 游氏便到凤姐这儿来闲话了一会儿 因为看见凤姐不自在 只得望园内找寻众姑嫂闲谈 那邢夫人在王夫人处坐了一会儿 也就往园内散在心来 刚到园门前 这间贾母房里的小丫头呢 明幻傻大姐的笑嘻嘻的走过来 手里拿着花红柳绿的东西 低头一边瞧着 一边只管走 不妨迎头撞见了邢夫人 邢夫人说 你这个痴丫头 又得了个什么狗不食的 这么喜欢呢 拿来我瞧瞧 原来这傻大姐 年方十四五岁 是新挑上来的 给贾母这边提水桶 扫院子 专做粗活的一个丫头 只因她生得体肥面阔 两只大脚做粗活 简洁爽利 而且性情愚丸 亦无知识 形式出言 常在规矩之外 贾母因为喜欢她爽利 又喜欢她出言可以发笑 便起名为傻大姐 她纵有失礼之处 众人间贾母喜欢她 也就不去苛责 这丫头也得了这个力 若贾母不使唤的时候 便进到园内来玩耍 今儿个正在园内抓蟋蟀 忽在山市背后 捡了一个五彩绣香囊 但是上面绣的并非花鸟等物 一面是两个人赤条条的盘居 相报一面是几个赤条条 圆不认得这是个春意儿 便心下盘算 哎 敢是两个妖精打架 不然必是两口子相打 左右猜解不来 正要拿去给贾母看 所以笑嘻嘻地往回走 忽然遇见了行夫人便说 太太真的说得巧 真是个狗不神呢 太太请瞧一瞧 说着便送过去 行夫人接过来一看 吓得连忙死死地攥住 盲问 你是哪里得的 我我抓蟋蟀的时候 在山石上捡的 你快休告诉一个人 这不是个好东西 连你也要打死 以后别再提起了啊 这傻大姐听了 吓得黄了脸说 再不敢了 磕了个头 呆呆地就去了 行夫人回头看的时候 都是些女孩 不便递给她们 自己就塞在袖内 心里的十分奇怪啊 揣摸这个东西 从哪来的 先不行于声色 就来到迎春房里 那迎春 正因为她如母获罪 自觉无趣 心中不自在 呼报母亲来了 便接入内室 捧上茶 行夫人说 你呀 这么大了 你那奶妈子 行这个事 你也不说说她 如今别人 都是好好的 便咱们的人 做出这事来 什么意思啊 迎春低着头 弄衣袋 半上才说 我说她两次 她不听也没办法 况且 她是妈妈 只有她说我的 没有我说她的 胡说 你不好了 她原该说你 如今她犯了法 你就该拿出 小姐的身份来 她敢不从 你就回我去才是啊 如今只等外人 都知道了 是什么意思 再者 她去剧赌 做头家 还只怕是 花言巧语的 和你借贷些 赃还一缕 做本钱 你呀 心活面软 未必不周记 她些 若被她骗了去 我是一个钱 没有的 看你明天 怎么过节 迎春不说话 只低头弄衣袋 行夫人 见她这样 就说 你是大老爷 跟前的人养的 这里的炭丫头 也是二老爷 跟前的人养的 出身一样 你娘活着的时候 比如今 赵姨娘强十倍的 那你就该比 炭丫头强才是啊 怎么反不及她 一半呢 倒是我 无耳无女的 一声干净 也不会惹人笑话 正在这个时候 有人回 怜爱奶奶来了 行夫人听了 冷笑了两声 叫人出去说 请她自去养病 我这里不用她伺候 接着又有 探视的小丫头 来报说 老太太醒了 行夫人 这才起身 往前边来 迎春送到院外 才回来 迎春的丫头 秀菊便说 姑娘 如何 前个我回姑娘 那个船珠 蕾丝金凤 竟不知道 哪里去了 回了姑娘 姑娘也不问一声 我说 必是老奶奶 拿去点了银子 放头的 姑娘不信 只说 思琦收着呢 问思琦 思琦虽然病着 心里却明白 我去问她 她说 没收起来 还在书架上 侠内放着 预备 八月十五日 要带呢 姑娘 就该问老奶奶 一声啊 迎春说 何用问 自然是她拿去 暂时应应急的 我只说 她悄悄地 拿了出去 不过一时半晌 仍旧悄悄地 送来就完了 谁知她就忘了 今儿个偏又闹出来 问她也无意 秀菊说 何曾是忘记呀 老奶奶是试准了 姑娘的性格 所以才这样 如今我有个主意 我今走到二奶奶房里 把这个事回了 或者二奶奶派人 去问她要 或者二奶奶省事 拿几吊钱 来替她赔补 如何 迎春忙说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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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些事儿吧 宁可没有了 又何必生事呢 秀菊说 姑娘 你怎么那么软弱呀 都要省起事儿来 将来连姑娘 还骗了去呢 我还是去回她 是 秀菊说着便走 迎春便不言语 只好由她 谁知迎春的 如母的儿媳妇 王祝媳妇 正因为她婆婆得了罪 来求迎春去讨情 听她们正说 惊凤一事 且不进去 也因为素日迎春落落 她们都不放在心上 如今看见秀菊 立意要去回凤姐 估着这个事儿 拖不去的 况且 又有事要求迎春 指的进来 陪孝先向秀菊说 姑娘 你别去生事 姑娘的金丝缝 原是我们老奶奶 老糊涂了 输了几个钱 没得捞本 所以暂借了去 可巧今儿个 不知道谁走了 丰盛 弄出事来 虽然这样 到底主子的东西 我们不敢持五项 终究是要赎的 如今还要求姑娘 看从小吃奶的情长 往老太太那边 去讨个情面 救出她老人家了 才好啊 迎春说 好嫂子 你趁早打了这妄想 要等我去说情 等到明年也不中用的 刚才连宝姐姐 林妹妹 大伙说情 老太太还不一呢 何况是我一个人 我自己愧还愧不来 敢去讨扫去 秀菊便说 熟金凤是一件事 说情是一件事 别搅的一处说呀 难道姑娘不去说情 你就不熟了不成 嫂子先取了金凤来再说 王祝家的听见迎春 如此拒绝她 秀菊的话又锋利 无可回答 一时脸上过不去 也凝欺着迎春 素日好性 就向秀菊发话了 姑娘啊 你别太仗势了 你满家子算一算 谁的妈妈奶子 不仗着主子哥 多得些意呀 骗咱们就这样 钉是钉 卯是卯的 只许你们 偷偷摸摸的哄骗了去 自从行姑娘来了 太太吩咐一个月 省捡出一两银子来 给旧太太去 这里饶天了行姑娘的使费 凡少了一两银子 时长短了这个 少了那个 哪不是我们攻击呀 谁又要去 不过大家将就些罢了 算到今日 少说些也有三十两了 我们这一项的钱 岂不是白甜了呢 秀菊不再说完 便催了一口说 呸 做什么白甜了三十两 我且和你算算账 姑娘要了些什么东西了 迎春听见这个媳妇 说起邢夫人的私事了 盲祖只说 秀菊不再说完 便催了一口说 呸 做什么白甜了三十两 我且和你算算账 姑娘要了些什么东西了 迎春听见这个媳妇 说起邢夫人的私事了 盲祖只说 罢了罢了罢了 你不能拿了金缝来 不必千三扯四的乱嚷 我也不要那缝了 便是太太们问的时候 我只说丢了 也妨碍不着你什么的 出去歇息歇息倒好 迎春一面叫秀菊倒茶了 那秀菊又气又急就说 姑娘虽不怕 我们是做什么的 把姑娘的东西丢了 他倒赖说 姑娘使了他的钱 这如今竟要算起账来了 倘菊太太问姑娘 为什么使了这些钱 敢是我们从中取利了 这还了得 秀菊一面说着 一面就哭了 那思琪听不过 只得勉强过来 帮着秀菊 问着那个媳妇 迎春劝止不住 就自己拿了一本 太上感应篇来看 三个人正没开交 可巧 宝钗 黛玉 宝琴 探春四个人 因为恐怕迎春今儿个不自在 都约着一起来安慰他 刚走到院中 听得两三个人在那儿争辩呢 盼春从纱窗内一看 只见迎春已在床上看书 似乎没有听见什么 盼春也笑了 那小丫鬟们忙打起帘子抱说 姑娘们来了 盼春这才放下书本起身 那媳妇见有人来 而且又有探春在内 趁便就要走 探春坐下便问 刚才是谁在这说话 倒像半嘴似的 盼春说 没有说什么 做不过是他们小题大作罢了 何必问他 盼春说 我刚才听见什么金凤 又是什么没有钱 只和我们奴才要 谁和奴才要钱了 难道姐姐和奴才要钱了不成 难道姐姐不是和我们 一样有业钱的 一样有用度不成 思琪秀菊说 姑娘说得是了 姑娘何曾和他要什么了 探春说 姐姐既没有和他要 必定是我们和他们要了不成 你叫他进来 我倒要问问他 盼春说 这话又可笑了 你们又不相干 探春说 这倒不然 我和姐姐一样 姐姐的事就和我的也是一样 他说姐姐就是说我 我那边的人有怨我的 姐姐听见了 也就同怨姐姐是一个礼 咱们是主子 自然不理论那些钱财小事 只知道想起什么要什么 也是有的事 但不知道金蕾丝缝为何又家的里头呢 那王柱媳妇生怕秀菊等告他出来 便忙着进来用话探春 盼春知道他的意思 你们所以糊涂啊 如今你婆婆已得了不是了 趁此求求爱奶奶 把钱拿出去来 说起了人家完了 比不得没闹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留下脸面 如今既是没了脸 趁此时纵有十个罪 也只一个人受罚 没有砍两颗头的礼啊 依我说 你竟是和二奶奶说说吧 在这里大声小气 如何使得 这媳妇被探春说出真病 也无可赖了 只是不敢往凤姐处自首 谁知探春早使了个眼色给士叔 士叔就出去了 这里正说着话呢 忽然看见平儿进来 宝琴拍手笑着说 三姐姐敢是有七神赵将的服术啊 黛玉说 这倒不是道价悬术 倒是用兵最精的 所谓手如处女 托如狡兔 出其不备这妙策也 两人正取笑呢 宝钗便使了个眼色给黛玉宝琴 以别的话岔开了 探春见平儿来了便问 你奶奶可好些了 真是病糊涂了 事事都不在心上 叫我们受这样的委屈 平儿忙说 姑娘怎么委屈 谁敢给姑娘气受 姑娘快吩咐我 这个时候 猪儿媳妇才慌了手脚 便上来赶着平儿叫 姑娘坐下 请听我说员工 平儿说 姑娘这里说话 也有你我混插嘴的礼 你淡凡之礼 只该在外头侧候 哪有外头的媳妇们 无辜到姑娘们房里来的利呀 秀吉说 你不知道我们这屋里是没礼的 谁爱来就来 平儿说 这就是你们的不是了 姑娘好事 你们就该把她打出去 然后再回太太去才是 王柱媳妇听见平儿说了这话 就红了脸退出去了 探春接着说 我且告诉你 若是别人得罪了我 倒还罢了 如今那柱儿媳妇和她婆婆 仗着是妈妈 又瞅着二姐姐好事 私自拿了首饰去赌钱 而且还捏造假账妙色 威逼着二姐姐去讨情 和这两个丫头在卧房里大嚷大叫 二姐姐竟不能挟制 所以我看不过才请你来问一声 还是她原是天外的人不知道道理 还是谁主使她如此 先把爱姐姐制服了 然后就要制我和四姑娘了 平儿盲陪笑说 姑娘今儿个怎么说出这话来 我们奶奶如何当得起呀 探春说 所以说的 物伤其类 纯亡齿寒 我自然有点惊心了 平儿说 若论此事还不是大事 极好处置 但是她现是姑娘的奶嫂 姑娘看怎么样才是 当下迎春 只和宝钗读感应篇 究竟连探春的话也不曾听见 忽然听得平儿如此说 就笑着说 问我 我也没什么法子 他们的不是自作自受 我也不能讨情 我也不去苛责就是了 至于私自拿去的东西 送来我收下 不送来我也不要了 太太们要问 我若能隐瞒遮事过去 这是她的造化 若瞒不住 我也没法子 没个为他们 犯欺骗太太们的理 我少不得直说了 你们若说我好心儿 没个决断 我就有个好主意 可以拔面周全 不使太太们生气 任凭你们处置 我总不知道 众人听了都好笑起来 正在这个时候 忽然看见宝玉也来了 原来管厨房的柳家媳妇的妹妹 也因为放头开毒得了不适 这园中 有素人和柳家不合的 便又告出了柳家来 说她和妹子是合伙的 虽然她妹子出名 其实赚了钱是两个人平分 因此 凤姐要治柳家的罪 那柳家的听了这个信 便慌个手脚了 心里想 平日和姨红院的人 交情最深 所以就走来悄悄地 要求情文方官等人 让他们告诉了宝玉 宝玉想 迎春的儒母也有此罪 不如约了迎春一起去讨情 比自己单独去单为柳家的说情 又更妥当了 来了之后 忽然看见许多人在此 见她来了都问 你的病可好了 跑来做什么呀 宝玉不便说出讨情的事 只说 来看看二姐姐 当下众人也不在意 只说些闲话 平儿便出去办 类似金凤的事情 那王柱媳妇紧跟在平儿后头 口内百般地央求平儿 只说 姑娘好歹口内超声 我横出去熟了嘞 平儿说 你迟也熟早也熟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 你的意思是 得过去的就过去了 是不是 即使这样 我也不好意思告诉人 你趁早去熟了来 交给我送去 我一再不提 王柱媳妇听说 才放下心来 一面拜谢 一面又说 姑娘您忙去吧 我赶在晚上熟了来 先回了姑娘再送去 如何 平儿说 晚上不来 可别怨我啊 说完 两人才分路各自散了 平儿 平儿回到房里 凤姐就问平儿了 三姑娘叫你做什么呀 平儿说 三姑娘怕奶奶生气 叫我劝着奶奶些 问奶奶这两天可吃些什么 凤姐说 嗯 倒是她还记挂着我 刚才啊 又出来一件事 有人来告柳儿媳妇和她妹子合伙开局 凡她妹子所做的 都是柳家的做主 我心里想 你素日劝我 多一事不如省一事 就可以闲一闲心 自己保养保养也是好的 都因为我听不进去 果然先把那边太太得罪了 而且自己反转了一场病 如今我也看破了 随他们闹去吧 横叔还有许多人呢 我白操了这一阵子心 倒惹得万人咒骂 我且养病要紧 便是好了 我也做个好好先生 得乐且乐 得笑且笑 一概是非 都平叹气了 所以我只答应着 知道了 才不放在我心上呢 平儿说 奶奶果然如此 便是我们的造化了 话音刚落 至今贾连进来 拍手叹气说 嗨 好好的又生事了 我和鸳鸯借荡 那边太太怎么知道了 刚才太太叫我过去 叫我不管哪里 先牵挪二百两银子 做八月十五的使用 我回没处牵挪 太太就说 啊 你没有钱就有地方牵挪 我白和你商量 你就搪塞我 你就没地方 前个一千银子的档 是从哪来的 连老太太的东西 你都有神通弄出来 这会儿二百银子 你就这样 幸亏我没和别人说去 我想太太分明不短前时 何苦来要寻事难为人呢 凤姐说 哎 那天并没有一个外人 谁找了这个消息了 平儿听了 也细细地想那天有谁在此 想了半天才说 啊 是了 那天说话的时候没一个外人 但是晚上送东西来的时候 老太太那边傻大姐的娘 也可巧来送江西衣服 她在下房里坐了一会儿 借了一大箱子东西 自然要问了 必是小丫头们不知道 说了出来 也未可知 平儿便叫了几个小丫头来问 那天是谁告诉了傻大姐的娘 众小丫头慌了 都跪下读咒发誓说没有 凤姐说 他们必不敢 倒别委屈了他们 如今把这个事靠后 先把太太打翻了去要紧 宁可咱们短些 又别讨个没意思 平儿 把我的金像圈拿来 去赞压二百银子来送去完事 贾连说 索性多呀 二百 咱们也要使呢 凤姐说 很不必 我没出使钱 这一切还不知道 指哪一项数呢 平儿却拿了金像圈 吩咐一个人 换了望儿媳妇来领去 不一会儿拿了银子来 贾连亲自送去给刑夫人 这里凤姐和平儿猜疑 到底是谁走了风生 竟猜不出个人来 凤姐对平儿说 哎 知道这个事还是小事 怕的是小人趁机又弄是非 生出别的事来 如今那边正和鸳鸯接下仇了 如今听得鸳鸯私自借给连二爷东西 那其小人眼馋肚宝 连没份儿的鸡蛋还要下屈呢 如今有了这个由头 恐怕又要造出个没天理的话来了 这在你连二爷还无方 只是鸳鸯是个正经女儿 带累了踏实委屈 岂不是咱们的过失 平儿说 这也无方 鸳鸯借东西看的是奶奶 并不为的是二爷 再说鸳鸯 面上用的是私情 其实它是回过老太太的 老太太因为怕孙男帝女多 这个也借那个也借 到时候在老太太跟前撒个娇 和谁要回去呢 因此只装不知道 纵然闹了出来 也不碍事的 嗯 道理固然如此 只是你我是知道的 那不知道的怎么都不生疑呢 一语未了 呼听人报 太太来了 凤姐听了诧异 不知道为什么是太太亲自来了 芒和平儿迎了出来 只见王夫人气色大变 只带了一个贴挤的小丫头走来 一语不发 走到里间坐下 凤姐忙捧茶 陪笑问 太太今儿个高兴 到这里来逛逛 王夫人叫 平儿出去 平儿见了这般 慌得不知怎么样 忙应了一声 带着众小丫头一起出去 在房门外站住 月星将房门掩了 自己坐在台阶上 所有的人一个都不许进去 那凤姐也着了慌 不知道有什么事 只见王夫人看着眼泪 从袖里扔出一个香袋来说 你瞧 凤姐忙捡起来一看 见是个石井春意香袋 也吓了一跳 忙问 太太从哪里得来的 王夫人见问 越发泪如雨下 我从哪里得来 我天天坐在井里 拿你当个细心人 所以我才偷个空 谁知道你也和我一样 这样的东西 大天白日明摆在园里的山石上 被老太太的丫头拾到了 要不是你婆婆遇见 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 我姐问你 这个东西如何丢在那里来 凤姐听了 也变了脸色 忙问 太太怎么知道是我的呢 王夫人又哭又叹说 唉 你反问我 你想 一家子除了你们小夫小妻 与这老婆子们要这个合用 在女孩子们是从哪里得来 自然是那莲儿不长进下流种子那里弄来 你们又合计当作一件玩意 你还和我赖 幸而园内上下人还不解释 没有捡的 躺过丫头们捡着了 你姊妹看见 这还了得 不然有那小丫头们捡着了 出去说这是园内捡的 外人知道 这性命脸面还要不要啊 凤姐听说 又急又愧 顿时紫障了面皮 便一抗言 双膝跪下 也含泪诉说 太太说的固然有理 我也不敢变我并没有这样的东西 但是其中还要求太太细想想 那香袋是外头故宫仿着内宫绣的 袋子碎子一概是试卖货 我便年轻不尊重些 也不肯要这样的东西 再说 这个东西也不是常带着的 我纵然有 也只好在四处里搁着 怎么肯带着身上各处逛去呢 况且到了园里去 各个姊妹我们都喜欢拉拉扯扯 躺过露出来 不但在姊妹前 就是奴才看见我有什么意思 我虽然年轻不尊重 也不能糊涂到此 三则论主子妹 我是年轻媳妇 算起奴才来 比我更年轻的 要不止一个人了 况且他们也常在园里走动 哪知不是他们身上吊的 四则除我常在园里之外 还有那边太太常带过几个小姨娘来 比如烟红翠云等人 都是年轻的士气 他们更该有这个了 还有那边真大嫂子 她也不算太老 也常带过佩奉等人来 怎么知又不是他们的呢 武则园那丫头太多 保得住个个都是正经的不成 也有年纪大些的知道了人事了 或者一时半刻查问不到 偷着跑出去了 或借着理由 同二门上的小鸭们打牙犯嘴 外头得了来的也未可知 如今不但我没有此事 就连凭儿我也可以下宝的 太太请细想啊 王夫人听了这一席话 大进情理 就说 你起来吧 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小姐出身 不至于这样轻薄 不过我气急了 拿了话经历 但如今却怎么处啊 你婆婆才打发人 封了这个给我瞧 说是前个从傻大姐手里得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